带你去散心啊 去哪儿 去看新港最美的夜景 走 我以前在广华加班到深夜 看到这样的景色 我会觉得这个城市很陌生 没有我的容身之所 我明明那么努力 那么优秀 怎么就得不到我想要的呢 是我当时不够强大 后来我有了星辰 我在深夜里也会感慨 我终于可以在这一座城市丛林里 有一席之地了 但今天 我又觉得这个城市回到了当初 很陌生的感觉 不是因为我不够强大 而是因为我变强大了 发现得到了什么 又丢掉了什么 今天打了一场两败俱伤的仗 说实话 我不在意黄薇薇的苦乐 他背叛了我 在他看来 在他看来 可能我也伤害了他 扯不清了 我唯一难受的事 好像丢掉了什么 再也找不回来了 你看眼前这条路 在上面走着 碰到的人 经历的事 都是你逼近的 别人怎么安慰都没有用 这一切都需要你自己去感受 才能走过去 这种事情 你一定经历过 成千上百次吧 什么感受 酒恋成钢了 就铁石心肠了 算不得酒恋成钢 只不过是种态度 人生就是这样 有得有失 说好听点就是等价交换 实际就是赤裸裸的交易 你想要得到什么 就必然要哪一部分去换 看透了 也就习惯了 怎么啦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想摸摸你 现在开心点了吗 现在很开心 因为你 搞定了 都帮我填好了 扣劳你的 我可听说啊 现在根本没有科技公司 敢聘用那个黄薇薇 韩月给完钱也没打算管她 她算是彻底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她自己选择的 自作自受 没想到寄星这么古端 成长飞快啊 挖的东西呢 你猜的没错 韩月和长河早就构结在一起了 一个多月已经见了三次了 可能是怕引人注意 地址都很隐蔽 东一收购朱氏药切的禁假单 也是韩月 泄露给长河的 上次董事会后 她就一直在调查 东一跟外部的合作关系 她是不是 已经猜到你和汉海的关系了 那你投资汉海的事 就瞒不住了 要是寄星知道 汉海是你一手扶植起来的 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她 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她 总比到时候 她从别人那儿知道的好 下面有请新郎新娘交换结婚誓言 旭泽 妻子 谢谢你 在我人生最艰难 最重要的时刻 都是你陪在我身边 以后 也请让我一直陪着你 我也会和你一起 好好经营我们的家 秋子 余生的每一天 我都爱你 一辰 从我们在一起的那天开始 我想共度余生的人 就从来都没有变过 两人三餐 是你想要的生活 而我想要的是 每天都能见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的未来 我们刚刚听到了新郎新娘 来自于心底最真诚的声音 我知道 他们想要的生活其实很简单 为他们高兴 无非就是客厅里的欢喜 厨房里的烟火 卧室里的拥抱 那么就让我们衷心地祝福 新郎和新娘能够继续 将爱情进行到底 将幸福进行到底 有请新郎和新娘 交换结婚戒指 长得这ig June 了 他是在这里 可哪 能做地的 投é 中学 水 三 搞地 都好 atrás 大家 回到这里 你们 如果 再就是 惊喜 幸福的传递 我们请在场的未婚嘉宾 来到我们的舞台 来争抢我们新娘手中的 幸福之花 来 邮旗 邮请我们的新娘转身 背退者来宾 随意走走 好 走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计十三秒 预备 三 二 一 这边 给我给我 好好好 恭喜你 恭喜 得到你 恭喜啊 邮旗 也得到我妈了 从现在故事的将来 就会收获到 属于你的幸福和快乐 朋友们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合影环节 有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朋友们 按照顺序和新郎新娘 拍一张幸福的照片 走啊 你去 你去 走 我今天才发现 原来婚礼这么浪漫啊 光眼 气氛 鲜花 音乐 这几样一烘托 情绪自然而然就到尾了 我抢到的捧花呀 我怎么看着 像是新娘故意扔给你了 那也是我抢到的呀 捧花得应验它的寓意才有价值 你以后想要什么样的婚礼啊 教堂婚礼 或者海边婚礼 其实我觉得 旅行结婚也挺好的 刚才 怎么不去抢花 捧花象征爱情和美好 我什么都有了 我干嘛要去抢 你这回答都可以登上教课书了 你这回答都可以登上教课书了 我真心话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还在难过吧 没有 担心你会触景深情 有句话这样说的 挥别错的人才能和对的人相逢 你 我是那个队的人 你觉得呢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寻找能让自己开心的事物 跟你在一起 我的心跳得更愉悦 我就想这样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你该不会是现在要跟我求婚吧 想什么呢 我可不想我们的求婚纪念日 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求啊 如果你想 现在也不是不行 基辛 你愿意 坐我的车回家吗 你烦死了 我打车回家 开玩笑的 走不走 单车你走不走 我坐三轮 走 院总 这个星辰科技 可很快就要A轮融资了 你不会还打算继续这么放任韩婷吧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很多事情是拦不住的 你急什么 和韩婷这么一个狠角色相处 成天跟走钢丝着的 我能不急吗 周董 你也太夸张了吧 就算星辰成功地融资了 韩婷也不可能完成股价翻倍的军令状啊 可是我总觉着啊 韩婷立军令状这个事没这么简单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 那可是信心满满 星辰又是在他立了军令状以后才投资啊 你说 他会不会在回国之前 就有什么其他布局啊 袁总 周董 我听说 东一的前产品部总经杨琼 被外派到东阳基地以后 一直心怀不满 他觉得 被罗平顶替位置 是小韩总在排出一击 我想咱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他打听一下 说不定会得到很多咱们不知道的信息 那就从杨琼下手 明白 好 来 韩总 坐 你说 找我什么事 韩总 先逢项目的事 是我手下个人的申报 我真不知道能挤掉星辰的名额 实在抱歉 找我就为了这件事啊 我是个公司分明的人 那 我自然是相信韩总的 汉海跟星辰是竞争关系 就算陈总你亲自拿走名额 那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 我这不是怕纪总误会吗 你在怕什么 以您跟纪总的关系 我这不是怕得罪日后的老板娘吗 韩总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感叹一下 你一个 这么追求技术梦想的人 也会被人侵蚀过 搞得瞻前顾后的 喝茶 好 韩总 我听说 星辰开始有 A轮融资的打算了 是 潘总 您别怪我啰嗦 星辰和汉海的竞争 先锋项目的名额只是个开始 我担心 日后会有 越来越多的这种事发生 您和汉海的关系 不方便对外公布 既总又是您的女朋友 在处理星辰的竞争关系上 我确实是不太好掌握分寸 你之前提过 将汉海和星辰合并 如果继续执行这个计划 你一下如何 那太好了 不过并不是吞并 是有机融合 既保留汉海的全面性 也要保留星辰的创新性 你考虑一下 再给我答复 不用考虑了 没问题 我回去马上给你做合并方案 到时候给你答复 好 那我现在去办 圣姐 你看到了吗 先锋项目被汉海街虎了 一诚跟我说了 不是 先锋项目 咱不是已经过山了吗 坐 虽然是过审了 但是在申报的最后一刻 汉海也提报了 并且得到了这个名额 那 怎么还有机会再争取一下吗 不是 他们 把咱刷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呀 汉海的名气比我们大啊 这也是正常的事情 那 那一开始 这把名额给我们不就完了吗 还公开招募干吗呀 再说了 这先锋项目不是为了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吗 换个角度想 这样是不是也证明我们星辰越来越厉害了 汉海都把我们当竞争对手了 最后一扶持中最后一扶持了 扶持中小型企业的 不让人家扶持中小型企业的 鸡总 纪总 同科的常总来了 我让他在会议室等您了 好 好 馨姐 长河来干吗 进了就知道 我先过去了 好 季总 突然造访不给妨碍你工作吧 没有 长总来 蓬毕生辉 谈真事之前呢 我以前给你陪优布室 上一次在番局上 见到你和韩总 我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韩总酒性过敏 你要不说我都快忘了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这次我来星辰 我的目的你敢清楚吧 星辰的A路融资 我们同科会有机会吗 你当我是想投资星辰挣钱也好 当我是为了同科想拓展新的制造模式 寻求合作也好 终究是为了发展 也是互利公营 是吧 长总说的有道理 但是 星辰每一个重大的决定 都会受到韩总的监管 没事啊 我投资星辰 不是想把东一踢开 我不介意跟他成为合作方 而且我以为你和韩总 会把事业跟感情分开的 我和东一竞争 我投资星辰这两码事 作为商人呢 摆在第一位的 永远是起的利益最大化 说点难听的 感情另有事 很容易变的 我认识很多女商人 为了感情牺牲了利益 到头来 却伤害了自己 不过呢 也有很多女商人 可以把两者系达得很好 你应该清楚 我明白 我当然也想利益最大化 只不过 不管是韩总 还是其他投资人 说不定他们能给我的利益 比同科高呢 当然了 也可能最后也跟同科合作了 也说不定 不认识 买卖得慢慢谈 你要说其他的投资人 比我有竞争力 我信 韩婷 我给你融资 是股权分散 星辰寒姓季 他给你融资 是股权集中 星辰改姓寒 我只得你了 实话说 我认为现在最适合 星辰A轮融资的 是综合的第三方 好 那咱们找机会再详谈 不过呢 我还是希望季总 能够认真地考虑一下 看究竟是我们佟哥给的条件好 还是其他人给的条件好 好 李姐 找我有事啊 你晚上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看个电影 怎么突然想找我看电影了 我听说最近新上了个喜剧片 特别好 我想你看完以后 心情应该会好一点 我请你看吧 行 那我先去忙了 下班见 嗯 您好 找一下你们 宗总 好 请跟我来 宗总 您有客人 请进 你这景色怎么真美啊 你怎么来了 这可是东阳大厦 第一次来你这儿 您也不请我坐吗 我这儿不就是你的地方吗 我哪儿敢啊 刚才给你发信息也不回 我就只好亲自来外访了 好 刚才处理一份合同没看手机 这是 是 我让人给你选了几个办公地点 你选好了告诉我 不满意的话 我接着给你找 你想让我从这儿搬走 凭什么 我这口气还没出呢 出气的事交给我 我刚从星辰科技出来 星辰 你去那儿干什么 找季星 和他聊一路融资的事 这就是你替我出气的方式 不满意啊 除非季星和韩婷闹翻脸 我的季星不会答应的 万事没有绝对 想要成事 办法总是能够找到的 我们可以来看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你会儿